大家好,在南京博物院,这里是我国三大博物院之一,内藏文物仅次于故宫哦 老话讲黄金有价,玉无价,书文解释称,石之美者为之玉 古玉器的出现在于新时期时期晚期的中华古人,创造了使用解玉纱,着点加工玉石的方法 我们都听过一句话叫做,他身之石可以攻玉,这个他身之石指的就是解玉纱 中国的玉器自史前出现起,即是最高规格的器物,主要用作礼器和配饰 而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则是新时期时期玉器文化的重镇 玉器是我们中华文明的一种独有的产物 来新时期时期晚期多用于祭祀的用品,像这种祭祀地的玉丛 寿面文,卓行丛,是新时期晚期两处文化的典型代表作 还有这种是祭祀天的玉璧 到了汉代,玉器造型简洁大器,风格豪放,主要用于以礼用器,藏语以及装饰品等等 其中最最出名的当属帝王以及各诸侯王使用的丧葬用品 以及著名的金铝衣衣,以及银铝玉衣了 一大块精美的玉器,大家能猜到是做什么用的吗? 它是西汉时期的一个玉棺盖 这一件可谓是南京博院的镇馆之宝 银铝衣衣,据传是东汉某一任彭城王的蝙蝠 玉衣在汉代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制 帝王穿金铝衣,诸侯王穿银铝衣 这一件全身有2600件的玉片 由800克的银丝线,雕琢,镶线完成 从宋朝起,苏州就成为了全国性的治愈中心 到了明清时期愈加的繁荣 明代,嘉靖万历年间 苏州出了一个卓裕大师陆子刚 到了清朝的乾隆年间 苏州的玉器达到了巅峰的水平 时至今日,玉器仍然是一种十分珍贵 而又寓意美好的饰品 仍然受到大家的追捧 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北京奥运会的奖牌 也是用了金香玉这种中国特有的表现形式 这正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两件珍宝 一件叫历史 一件叫文化 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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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化